今天晚上的风很大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蛇 逐节重蹈是一大堆 看这一棵树上就有好几只 山下的路边有很多蒲子壁虎 但都跑得太快了 只有这一只比较大 民间传闻壁虎属于五毒 很多人就以为壁虎有毒 但其实壁虎是五毒的 而蒲子壁虎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壁虎 在我国的南部地区广泛分布 以各种小型昆虫为食 我拍你们 小姐姐眼神非常犀利 在一棵不起眼的树上发现了这条蛇 而且它还是我们这里从未被记录过的种类 这是平林顿头蛇 这是平林顿头蛇 是我们重庆仅有的一种顿头蛇 在以往的报道中 平林顿头蛇 只在重庆的万州 凤杰 乌山 石柱 武龙等地有分布 而我们所在的主城区是没有发现过这种蛇的 所以我看到这条顿头蛇是非常惊讶 平林顿头蛇属于一种小型无睹蛇 一般成体只有50到60厘米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的头部较大 稳端宽圆 看起来很顿 这也是顿头蛇名字的由来 那么平林顿头蛇呢 主要生活在山区 林间或耕作地附近 通常晚上出来觅食 它们吃的食物就是窝流和阔雨 因此这种蛇具有很强的攀爬能力 可以在树枝上来回游走寻找猎物 大家可以发现平林顿头蛇很喜欢缠住我们的手指 这就是会爬树的蛇的特点 缠绕能力 当你把它拿起来后 它会用尾巴缠住物体来获取安全感 像我之前遇到过的狡花铃蛇 竹岳青都是这样的 我们给蛇量了一下长度 全长42厘米 还没有达到平均水平 仍有成长空间 不是倒退 不是倒放 不是倒放 好的拍的差不多了 把它放回原处吧 一步了 一步了 这个让人家的生气 一步了 再见 能移动得行 多拼点 这个30秒 这个它周立了个30秒 你看它那个爬树的 要不要把镜头给我 有一个角度完美 好大把女儿啊 它这好多年才会有望 平宁敦透水 平宁敦透水 重庆唯一的敦透水 有些 有些 有些一个新发现 有些吗 这里有点美情没希望 好 你们的私心会录集球 不是 原生放出来哟 不说话了 真的呀 小心点 他拆到了 我拆到了 原本我和小伙伴准备去上个厕所 他突然说脚底下有一条蛇 我一看这条圆毛头腹他差点就踩到了 所以大家走夜路最好带上电筒 这条圆毛头腹和我们上次找到的一样也是条幼体 不过性格上明显好很多 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 起码用勾子能勾起来 之前那条是勾都勾不起来 那么在这里我得强调一下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你们可能看着我离舌很近 但其实我是控制在安全距离的 因为我有丰富的经验知道怎么避免被咬 而且我深知被咬的后果 身体受罪不说 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医药费是身体和钱包的双重打击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处在被咬风险中的 说回圆毛头腹啊 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讲解过他的生活习性了 今天再来聊一聊他的毒性 在中国台湾的一项研究中 详细对比了圆毛头腹和福建竹叶青的毒液蛋白质组 可以看到圆毛头腹的毒性是不如福建竹叶青的 然后最低出血剂量也不如竹叶青 重点是圆毛头腹还没有灵血活性 从圆毛头腹的毒液组成来看 P3型金属蛋白质具有出血性 它的含量远不如福建竹叶青高 所以出血性比不过福建竹叶青 然后是灵脂酶和三酸蛋白质 圆毛头腹的三酸蛋白质没有内灵血活性 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 那么它的毒液就比较明朗了 是以出血抗灵血为主要致死手段 还加着着一定的水肿坏死能力 咬人主要表现为局部疼痛肿胀 预斑发脂水泡坏死 严重者会因出血抗灵血毒素导致全身出血休克急性肾衰竭 所以圆毛头腹还是相当危险的 而且非常常见 在重庆的绝大多数曲线都有分布 大家看到了一定不要着实去挑衅它 这样它都没有攻击 它为什么摸击 你是土壁吗 它是通根 它不用关了 你要等一等 可以呢 你看它排好长 你两个灯都两个 应该有两卡 两卡 三十四十左右 差不多就是你 就是那个 好的 所以我们就来静静的欣赏一下这条小圆毛头腹吧 大家看在重庆沼舌这么辛苦的份上 来个三年不过分吧 不容不容 那是那是完美就做 完美 完美完美完美 还是比较温顺利 它马上的肯定的 肯定的 我们的两条游戏啊 三条 呃 我说圆毛 一米多 一米多 一米多有一门 大力窥伤到一米三 一米二三 放装 一米多 二米台 sticks 一米多 一米多